BeeBee BASS 首先塗上BB BASS 我这一款的名字很长 是菲菲的 叫做菲己莫属BB精华双丝底霜 它是三合一的功效 有护肤成分 包括了草本复合生长因子 另外有多种维他命 矿物质、蛋白质和氨基酸 究竟有没有护肤的功效 我自己就不太敢和大家写包单 但我可以保证的 其实它在修饰暗层和亮窄膚色方面 其实它的功效是做得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粉红色和粉紫色的两种 好像柳文雪糕那样 大家都知道紫色可以帮忙去暗牙 粉红色其实我觉得它不是粉红色 有些三文语影的感觉 就是可以帮你遮遮一些小瑕疵 譬如是一些色斑的问题 那我通常的做法就是噴一噴 大概是这样就够了 然后呢 就好像平时的茶cream那样 轻轻地搅拌均匀 整块面 我不知道你们在镜头前面看不看得出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塗完之后呢 确实觉得那个肤色看上去没那么黄的 那健康一点点 那另外当然它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可以令到你 后续比如打粉底呀 或者是再塗BB cream也好 那那个妆容可以再持久一点点 那其实之前我也有提过很多不同的BB cream 譬如你说的Dior那支50SPFP GaGaGa 又或者是Dr. Wu 甚至乎是Mabel Lien 我很少提到真的韩国的品牌的BB cream 因为我自己就经常觉得 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是原早 但是我就嫌疑它太厚身 而且很难推 颜色的选择又不丰富 但是那天走过Color Mix 我就发现这一款叫做 都是Face It的 它的全名叫做 菲己莫属美白透亮BB霜 那它... 为什么我会选它呢 就是因为我试上手的时候 发觉它有多容易推 还有多贴薄 而且它的感觉不是觉得很厚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那些韩国BB cream 就看上去好像搭了很多东西 上臉上 那它这个So far 是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是很贴 和很透亮的 那... 价钱都不算特别贵 大概都是百多元左右 那... 那... 它就是... 美白 那... 成份呢 包括了甜樱桃 土 白虫等等 那都是叫做一些天然的植物 那... 那... 它... 它感觉上呢 我觉得譬如 暗瘡 或者是一些斑印 细纹 它都可以遮到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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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做法也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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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也能看到 它又是一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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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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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比起其他韩式品牌 是没有那么厚的,是容易推很多的 如果你要用BB Cream 我建议用你的手 因为它相对地 始终会有少少护肤的成分 而且用手Dap是透薄的 然后所有BB Cream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你一开始沙上去 就觉得很白很白 然后慢慢过多 三至四分钟后 就慢慢和你的肤食就开始接近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BB Cream 加上BB Cream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都还有少少 比如我的脑袋 还有点色斑 其实当然会遮得完的 但我只要觉得 如果你想用BB Cream的原因主意 但是希望有那个真实肌肤的效果 看上去贴一点 那我自己就觉得 我就会在这里会听 那如果你说担心 譬如说 可能过了几个钟之后 会出油的话 那你们可以泡一点干粉 那我今天继续都会用 这个韩国的品牌 那这一款是叫做Hope Girl 都是在Color Mix 买的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粉质都挺幼小 啊 价钱都挺相宜 80元 那么 那 我用的 我用的颜色呢 就Ivoley 是21号 那是比较白 正一点的 那大家都可以选23号 相对地 Beige Color 那 那 我就会用刷 接着呢 就是 泡在 T Zone 就是经常会出油的位置 那 那当然如果你譬如说 我真的有些地方 我都想再遮蓋多一点点 那一只用去给你那个泡 你喝少许你的粉 那 然后在譬如说 我的下巴 通常也是在 嚴重的栽卷 那在这个方面 再遮蓋一點點 我喜歡這個, 因為第一, 不太貴 第二, 它的份質挺幼細 我自己也覺得, 即使像我這樣 慢慢印上去, 你的感覺也不覺得很厚 這就是我自己覺得, 挺值得推介的產品 好, 接著就滑味 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就不可以不滑味 因為我的尾色真的比較偏淡 而我最近就發現了這枝LeoElly的眉筆 非常非常之好用 我覺得它比我支CA更加好用 它又是雙, 即是兩邊的, 雙邊的 你可以見到, 這一邊就有個刷 另外這一邊就有一個自動筆心 它就跟CA不同, CA就是這個圓筆筆心的尖頭 但這個呢, 它是斜頭的 那有些像Suromura那隻 他們會喜歡把你刷到扁扁長長的原理 變成你這個還要自動不生 不用走去, 經常都問化妝姐姐幫你刷 那很好用 而且, 很划算 我覺得, 原價90元 但它們在Color Mix裡長期都是做Discount 大概75元之多 那我就可以根據這個 慢慢地掃眉出來 那我通常都喜歡把它 化得比我自己本身的眉 是再粗一點的 因為通常這樣呢, 看上去會比較年輕 而且看上去比較友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例如迪士尼的卡通片 或者是一些電影 很多時候, 監角 譬如女巫 惡毒的女王 它們頭眉都是又濕又幼的 然後, 白雪公主的頭眉就會很粗 很軟 其實就是因為 又濕又幼的眉 看上去其實都會是 惡一點, 和成熟一點 所以, 如果你很想 令自己的打扮上都成熟一點的話 不妨可以煮一些甜味 那我當然不用了 我只是扮下山的味道 那很多人呢 都說要將兩頭眉畫一模一樣 我就覺得不用的 其實模型呢 兩邊面是對稱的 如果你試試自己嘗試 譬如現在Photoshop這麼容易 你將自己的眉的樣子 切開一半對角 其實你會發現原來那個不是你自己 所以你不需要畫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不需要畫一模一樣的 當然, 除非真是很左右 鴛鴛也很厲害 那你當然是盡量 令它看起來很相似 不需要一模一樣的 好, 那就是這樣 基本上你這樣就又可以出街了 但是我們繼續會示範眼妝給大家看 那些東西 這是你最好吃的 啊... 就像你之後 好多久 好多久 謝謝大家 蠻不速分 那天 你吃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